耶!完成了!這個就是友情禮物跟寶貝球的摺紙 這是Pokemon Go Fest 嗨! Welcome to the Enderly Lifestyle Channel 我是 Enderly 今天我們來談談要如何準備要進入2020 Go Fest的活動 在這之前也是就是這禮拜的六日 早上的10點到晚上的8點 這個就是Go Fest的活動在這兩天 那你這邊我相信大家已經準備好要參加這兩天的活動了 但是在官網上面有讓你先準備進入活動 要準備這個慶典準備了一些東西給大家 這當然就是從官網下載的這個 Go Fest的一些東西 那我們來看看有什麼 但是在這之前我們先準備一下我們手上的一些工具 那首先你會看到我們要先準備一副剪刀 還有棉線 還有雙面膠 待會我們都會用到 那我們先來準備看看 那現在呢 那我們先看看 現在這邊我手頭上已經先從官網練一下來了 這個東西呢 就是Go Fest 2020的 它的一個Logo 那當然啦 我們要準備它的旗幟 旗幟 旗幟 這個就是黃隊的旗幟 那我們再來看看 接下來 哎呀 這個就是藍隊的旗幟喔 藍隊 還有啊 這個就是紅隊的旗幟 所以紅隊的旗幟 待會我們也把它剪下來 那這邊現在都幹嘛呢 那就是把它串在一起 那另外呢 哇喔還有 TINGLE ROCKING的旗幟 哇喔 超帥的黑旗 所以希望大家都很喜歡這個 接下來 這個是一個慶典的旗幟方式 我們再分享給它看 在這邊 這就是它的旗幟 黃隊啊 藍隊啊 紅隊 還有火箭隊 那你喜歡哪個隊呢 待會我們就把它串在一起 用棉繩把它剪下來 那另外呢 現在就是在幫他介紹的是另外一個 噢 掃箱 在這裡呢 他有說明 喔 他有說啊 你看有沒有 他說在家裡那邊掛著啦 所以說大家其實你可以掛著 好 大家帶我們來試試看 另外呢 如果你在活動現場 想跟人家交換寶可夢 這邊他有幫你做一個牌子 就把你要的寶可夢放在上面 有沒有看到這邊 這邊 你就這樣轉說你要換什麼 交換什麼寶可夢 你有看到嗎 蠻特別的啦 就是 人家看到就是會主動找你換 這個活動現場 要先準備一些東西 那之後再幫他介紹一下 活動之前要做些什麼 再來呢 這邊有沒有看到 有大家喜歡的 伊布 伊布也可以剪下來 還有皮卡丘 皮卡丘把它剪下來 小火龍也把它剪下來 還有你喜歡的 好 潔泥龜 潔泥龜 潔泥龜是很可愛 還有我們的廟蛙 種子 種子 跟潔泥 潔泥 那這邊呢 你可以把它剪下來 它這邊有說啦 如果你有窗戶的話 你就把它貼在窗戶旁邊 給外面的看 或者說你要怎麼貼都可以 你看我們在介紹一下 哇 這個就是 寶可夢這五大男神 你有沒有看到 伊布啊 皮卡丘啊 還有玉三家 玉三家是哪三家 有些人還不知道 就是小火龍 還有妙蛙 種子跟潔泥龜 就是這三種屬性的 有火啊 草啊 跟水 就是玉三家 每一代玉三家都不一樣 還有它的 呃 第二男主角就是 皮卡丘跟伊布啦 然後 這待會兒 這隻腳簡單的 現在這兩個階段都是簡單的 簡簡就下來了 接下來 接下來 就是另外一個 呃 接下來我們要做 大家期待的就是 皮卡丘的帽子囉 那帽子呢 你先看看 它的那個版型 是這樣子 這是它的帽子 跟它的邊緣 還有它的帽緣 其實它就print了兩張 那它在練一下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會跟你說 要如何做 皮卡丘的帽子 那這邊呢 都非常非常清楚的 你就把它印下來 做 做給你的小孩子 或做給你的爸媽 做給你的朋友 做你哥哥弟弟妹妹姐姐 都可以 那這是皮卡丘的帽子的 sample 齁 那我們待會兒就把它剪下來 給大家看 那另外呢 除了帽子之外呢 還有非常非常特別的 這是什麼呢 就是我覺得 這個是大家可以把它印下來 做在這邊的 就是這個 登登 有情領悟 有情領悟 這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沒關係 照圖說 照圖做 就可以做成這個 有情領悟囉 如果啊 你有心的話 你可以多剪幾個 到現場 或者說到活動當天 你就送給其他朋友 這是也不錯的寶禮物 說不定裡面還可以放糖果 欸對齁 放糖果齁 關聖節也可以用得到耶 那接下來就是大家期待的就是 登登 Pokemon Ball 就是這個森林球 其實它就是兩個剪 兩個剪子 把它折在一起 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就是接下來 剛才就是幫大家介紹 這一次一系列在活動前的慶典 你可以準備這些東西 準備迎接這 2020的GOFEST的活動 就是這六日兩天 那現在幫他介紹完了 當然啊 就直接剪給大家看囉 OK 剪完之後呢 在左上角跟右上角 都會有個洞 這個就是待會我們可以穿棉繩的地方 你們看到 啊對了 這個順序啊 就按照你們的方式 你們想怎麼排就怎麼排 那我就隨機排 不可以排 看你們怎麼排 按照你們的方式囉 然後再準備棉繩 那穿好了 其中一個我們再繼續穿其他的旗幟 耶 旗幟好了 有沒有看到 現在我們把寶可夢的旗幟啊 就掛在你喜歡的地方 那我先掛在後面給大家做參考 那這樣子呢 準備這樣棉繩呢 掛在你喜歡的地方 如果你喜歡多少個 你就穿幾個 當然啦 我先示範這四個給你們看 你們就這樣子 過來這邊 好不好 我掛在我右邊 都可以 那我就掛來給大家看囉 OK Pokemon Go Fest 現在旗幟幫他掛好了 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當然掛到你喜歡的地方 現在先掛到你給他做參考 好不好 那接下來呢 希望我先做什麼呢 好 接下來我們來做這一個 第二簡單的 這五張 那我們開始做囉 先完成的一個就是皮卡丘 接下來我們繼續做囉 然後繼續剪囉 先拿到這邊 這邊這邊這邊 接下來要剪的是伊布 那我們要剪伊布囉 第二個就是伊布 伊布剪完囉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剪羽三家囉 接下來 完成的是 解泥龜 解泥龜解得很快 然後剪完了 那繼續剪小火龍跟妙蛙種子囉 廟蛙種子 廟蛙種子 廟蛙種子完成了 所以待會貼給大家看 接下來最後一個就是小火龍囉 小火龍 耶 小火龍 所以小火龍 可以 準備好囉 那 貼給大家看 剪好之後呢 後面 連上雙面膠 貼在你喜歡的地方 那 這邊呢 幫他示範 我這邊貼哪裡 就 當哪裡囉 你看 解泥龜 妙蛙種子 現在這才是解泥龜啦 看著妙蛙種子說他是解泥龜 然後再來是 解泥龜 解泥龜在這邊 解泥龜在後面 那再來是 我也喜歡 你也喜歡的 小火龍 小火龍 喔他嘴巴 好 剪的時候小心要尾巴 的這個 剪 剪子 這邊是可以剪掉了 是我怕破掉 所以我這個卡 就是繼續給他留白 為了要給你們看 也是怕那個 快破掉 你看 解泥龜 哎呀哎呀哎呀 解泥龜 不是 小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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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 小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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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小火龍 然後解泥龜 沒有花種子 接下來就是貼 噔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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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 那我們要貼一部 你看 就是覺得我背景很漂亮 很好玩啊 你是不是要趕快再練一下 這個就是一部啦 一部在這邊 呼 接下來 噔噔噔噔噔噔 皮卡丘 皮卡丘 又貼哪裡呢 當然啦 根本貼在一起啦 皮卡丘 皮卡丘 皮卡 皮卡皮卡 OK 有沒有非常可愛 你看旗幟 接下來 重點戲來囉 就是 情形球 跟有情影物 我要剪給大家看 還有一張 就是 GO FAST 這個忘記剪了 先給大家看 這個啦 我是覺得這個活動的旗幟 也是非常漂亮 它的標誌 LOGO 我就把它剪給大家看 耶 GO FAST GO FAST LOGO 我們把它剪下來 2020 GO FAST OK 我們貼在這邊囉 非常興奮 你看 剛剛看這個在家裡 是不是覺得都 覺得超可愛的 感覺自己家裡就是 寶可夢 GO FAST的現場 沒錯 在GO FAST 我現場連線 也會直播 也是在這個背景 為大家做直播 是不是很期待 非常的好看呢 2020年 GO FAST 廢話不多說 我們還有 寶可夢 皮卡丘帽要做 還有友情領務囉 繼續接下來要忙囉 耶 完成了 這個就是 皮卡丘的帽子 那你可以戴在頭上 跟上次我們在 SOP FAST 拿到的帽子 是 差很多的 呵呵 那當然啦 這是我用A4指印的 你可以用 卡點C 不是卡點C C卡指印 紙字比較硬 這邊呢 你把列印完之後呢 用C卡指印完呢 然後 摺起來 摺給你的 爸爸媽媽 或摺給你自己 摺給你的 兄弟姊妹 好不好 欸 還蠻好看的啊 喔 皮卡丘的帽子 就這樣完成了 接下來啊 我們就要撿這個 友情領務了 友情領務 這邊呢 我們就按照他那個 摺紙的部分 欸我的帽子可以了嗎 再來就是這個 友情領務 我們待會要實際上 就做這個 友情領務 摺紙卡 給你的看囉 最後是把它合起來 合起來啊 看你要怎麼去固定它 那我這邊呢 做這個 sample 給你看 做的 不是很好 這是什麼東西啊 紙紮精靈球啦 挖起來 有沒有 精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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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紙紮精靈球 好啦 先放到這邊啦 等一下這寶貝球 要丟 就丟球的時候用這個 GO FACE有沒有 你看到前面 看到你朋友就往前面丟 但是這會壞掉啦 那聽到哪裡 聽到這邊好 等一下我說一下 先放桌上 好不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有點難度 就是 友情領務 那通常呢 一般人 摺到金球 摺到這邊 就想休息 但是不行 這是要給大家看的 所以我待會要努力的 把它 剪完摺完 有情領務 那有情領務 那有情領務 它的難度 其實是有一定難度 只是說 它剪下來 要怎麼摺 就要看那個說明書 OK 耶 完成了 這個就是 有情領務 跟寶貝球的摺紙 那後面呢 就是 後面就是 今天完成的 GO FACE的一些 成品 OK 那大家也要參加 這禮拜的 GO FACE活動 2020 掰掰 有情領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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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Pokemon Go Fest